我居然把第二属队打进了电子场 这事情还要从昨天的一个排位说起 正常的一个天梯遇到了一个第二车队 对面突然就来了句 打不过大西瓜的都进场吧 可能是前几次遇到他们都输了 然后这次的话越来越嚣张了 这能冷啊 我必须要送他们进场呀 对吧 就从我要送他们进场的这颗心 必须给个点赞啊 地图是雪月谷宝山 对面是个打架队伍 我选择了一个凯特 开局来到盔甲坊 准备拿第一块经验 这边是有个机械鼠过来 我们跳下一刀 打空了一个罐子 也打空一拍打动 这一步的话还算是比较快 就把这个机械鼠给抓到了 来到对面的盔甲坊 是拿到第二块经验 然后去中楼拿第三块经验 发现附近是有个机械鼠的 先有个冰块丢一下 可能不能打动啊 机械鼠没在上面 说明是在一个世卫坊的位置 机械鼠环节 我是拿了三块经验 和一个机械鼠的经验 还算是不错了 来到卧室是发现有一瓶护盾 那我把手里的水机给喝掉 古宝山因为地图太大 还是不好打的 而且对面的话有一个剑飞 我在下面刷个道具的话 肯定也不行啊 随机是喝出一瓶远尸啊 发现头顶的话是有个剑克大飞 我们先把这些罐子给清理掉 看到剑飞这个位置 我就感觉他在开那个门啊 想从这里跳起来 你看没错吧 一个蓝罐一刀直接带走 然后再把这个门给关上 随随随捡一个盘子 砸一下剑飞啊 增加一个经验啊 这一波的话 是准备去庭院上一个火箭的 但是他们来得很及时啊 一个莉莉是直接把我的脸床都给破了 而且他们全部都跳了下去 那我就顺势板上面好了 但是莉莉的话也是留了一锁 好像留了一个劲气啊 又上来了 一刀 不过莉莉的话 这一波是不太好救援的 只有一个三级啊 不着急啊 我们先买一个拍子 然后把身上的一个后盾给喝掉啊 这一波的话 他们尽量上是往左边过来救了 右边有夹子啊 不太好过来救援啊 来到左边 果然是有个尼宝石过来救援了 不过他只有一个三级啊 问题不是很大 而且他们现在的话 也没有一个升级的手段啊 两个奶酪都在我这边啊 来一个舔狗 先舔一下 尼宝石隐身啊 莉莉是直接过来救援 一个翻滚过去一拍 然后把他抓起来 再操控一下舔狗 看能不能打动尼宝啊 尼宝的话 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想用罐子砸我呢 我们这想骗一下 但是没骗到 那么就站在这个夹子处吧 他就算把我砸下来 莉莉掉下来 也是要踩夹子 问题不到 哎他直接救了 这不他是带着舌机的 我没有想到啊 就直接上火箭了啊 有一点点亏吧 一个舔狗是打中了莉莉 但是莉莉的话血很厚啊 再一个舔狗舔到了尼宝 尼宝之后还一丝血 给他跑掉了 发现庭院侦探在推奶酪 赶快下去守一下 一个烟雾弹 这一刀应该是没A到 一个舔狗也没打中啊 是追侦探 追到了弱尸啊 因为对面的话是有一个奶酪 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大 追到他 对面推奶酪很慢 都没有他 一个舔狗又是没舔上 继续一刀 然后一拍 终于是把蒸探给抓了下 再一拍打出铁血啊 蒸探是利用铁血往右边拉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这个舔狗 随便用一下啊 我们想直接就近板的 怕他们拦下来 但是这个莉宝来得好快 一勾把蒸探给勾了下来 那我们还要躲下 尼宝这个罐子 把罐子骗了之后 我们想顺势去上那个老火劲啊 我身上还加了一个移树的 跑得非常的快 对面根本就跟不上 这样的话 对面唯一的一个奶酪味 就直接放飞了 非常的舒服啊 下去吧 他们三个人都在想 放飞侦探之后 老鼠的话 利用剑飞的一个头盔 是强行推了挺面的一个奶酪 我搭抛一个转向 直接往他们侧推的方向轰 虽然是炸掉了自己 但是这个莉莉也是被我炸死了 抓起莉莉 准备板上餐厅的火箭 先把这个书扔一下 然后把莉莉给板上 准备放一个夹子 不过我的甜狗屎打中了 赶快过去先补一个伤害再输啊 一个翻滚跟上 一刀直接带走啊 打倒剑飞的同时 你保释把莉莉给救了下来 这边要小心一点 你保释一个蛇脊啊 哇 一个炸弹是直接把我给炸残了 不过剑飞的话 也是炸倒了 想买一个护盾 但是剑飞起来得很快啊 这个喝盾的时间肯定是不够 那我们直接抓起来硬上了 一个跳跃是躲过了 你保的一个罐子 一个甲冻 又躲过莉莉的一个冰块 一个田狗把莉莉给带走 然后再丢一本书 先把剑飞给板上 然后再放一个夹子 你保想过来救 先用田狗舔它一下 你保一个翻滚 免三免控 但是它是一个蛇脊啊 所以说它肯定不敢救 下面有个夹子的 我的话不着急啊 先喝个护盾再说 就直接板上火箭啊 你保的话还想就 读一本书 想夹住剑飞 但是没打中啊 这个预判没预判好 你倒也是空了 还好我们这个冰块是中了 继续抓起剑飞 板这个老火箭啊 对面的话 应该是没有一个控制到处 哇这个该死的呀 这就给个难怪 哎呀 关子一躲 然后一个田狗 再来一个田狗 直接把你保也给打死 看你保这个头中了就知道 它已经很着急了 毕竟真的为真的火箭的话 还是比较好守的 根本跳不起来 这脑子 就是他们有点心欢了 毕竟开局了 他们就说打不过 就直接进场 对吧 是我 我也心欢呀 干板上你保 莉莉又来了一个 从天而降的冰块啊 刚好砸到我的脚趾 一个田狗是没有打中 丢出一本书是砸中了 一个翻滚过去 它是用劲气的话 是回升了 这一波属实是被它骗到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翻滚 加散移速是很快的 尼保还是跑不了 一个条件是 带走了尼保 继续板上这个老火箭 看到利益的同时 它直接一个进去 又是顺身走了 利益又是把尼保给救了起来 不过它是没有味的 利益都封强了 我们一本书 砸中尼保 这个鸭子过来 又给一个南罐 把这个牌子一用 罐子一砸 砸中之后 我是想直接上火箭 但是我感觉 这么可以通过是非啊 所以利益就想用个童子 舔一下 但是它又顺身 就说又走了 我想想算了吧 直接放飞得了 主要是我也不差这一分啊 把它们送进场 就是我的 谢谢大家